如果我们有一条数,像这样,x加1乘以x加2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照成 x乘以x就是x的平方,x乘以2就是2x 再加1乘以2x,1就是x 再加1乘以2就是2 然后我们有一个同类项 再group之后就会变成x2 加3x加2 那有没有发觉一样比较特别的东西? 比较新奇的东西,就是中间这个行,这个x的这个行 永远都是由两个term做在一起的 这两个term分别是 这一个x乘以隔离这个上数的这一行 和这个上数项乘以隔离的这个x 永远都是的 反而这个x平方就是由两个x乘在一起 这个2呢,不用说了,一个正1,一个正2乘在一起 就是这个2了 了解了这一样东西呢 就可以开始我们今次的topic,就是交叉相乘法了 首先用这条来做例子 我们一开始怎么做呢 那x呢 那x平方 我们一开始先把它拆开做两个x 然后那2呢 那有两种拆法的 一种就是 拆上面是1 就是这个正2由两个因子乘在一起 就变成正2了 那一个是1,一个是2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将它们叫做交叉相乘法 就是交叉相乘了 那第一行我们有正2乘以x 就会有正2x 第二行我们有x和正1 那就有正1的x 那它们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就会等于3x 那我们尽量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令到这个等于之后的这一项 等于我们中间的这一项 那做完之后呢 那这个就是答案了 那答案怎么看呢 那答案就是 括弧x加1 和括弧x加2 那再写一次吧 就是括弧x加1 和括弧x加2 就讲这两个东西乘在一起呢 这两个东西乘在一起呢 就会等于我们上面的这一条式 那来到一个例子了 下面的这一条 首先 y的平方 我们可以拆开做一个y 和两个y OK 那这次我们右边有正12 正12我们可以怎么拆呢 正12我们可以拆做 例如 正1 和正12 和我们看一下交叉完出来 会有什么 交叉完出来 正1和正12 我们有y乘以正12 和正12y 再加1 y 等于正13y 那很显然 一看就知道 不对 那不对呢 那我们这一套就不用了 那这一套就报销了 我们再尝试一下 总之 拿这个正12 try and error 就试试到一个对 正12可以拆 正2和正6 那这一套就好像近了 我们看一看 y乘以正6 就正6个y y乘以正2 就正2个y 又等于正8个y 那也不是不对 那我们再试下一套 下一套呢 就是 正3 和正4 那这次呢 那这次呢 我们有正3个y 加正4个y 那就 咦 我们有正7个y 那这次很近很近了 第二套呢 就是这个符号了 我们看到一个正 但是我们今次要符 那可以怎样做呢 那我们呢 今次就 你都可以说不要这一套的 但是今次我们取呢 就是 12拆做一个是-3 一个是-4 那就搞定了 y拆这个4 就变了-4y 对啊 y乘这个-3 就是-3y 那它们两个加在一起 就是-7y 那它就变了题目所要求的这个答案 那拆完之后呢 我们知道这个是答案后面的全部都错的 这些就是我们猜的 那这个是正确的插法之后呢 那这个答案 我们就可以说是等于 等于啊 y-3 y-3 和y-4 了 OK 那最后一个例子 就是5c的2次方加22个c 再减91 那5个c呢 就可以刷到1个 然后还有5个 那91呢 啊 幸好是91了 那91呢 它基本上就没什么插法的 有1和91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 例如1和91 那但是这样插法呢 这个是5 这个是91 那减完之后 都是80多 和这个20多有差一部分的 那91之后还可以怎么去除呢 91我们有 7 7 和13 3 7 21 这个91 7和13呢 我们交叉完它之后 我们有这个 这个 13个c 这个 57 35 这个 35个c 那因为我们未用这个符号的 这个符号 我们还未用的 那35和13这个组合呢 我们要砌到等于正22 等于正22 那所以我们今次呢 这里有 35是正 13是负 那是这样的话呢 13是负 35是正 那这个就是7535 7这个就变成正了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去推断正负号应该怎么摆的 那既然有了这个组合呢 那我们就可以说上面这一条色 的因色分解了之后呢 可以是等于 C 加7 加7 和这个 5个 C 加13 那这个就是 靠叉相成 的一些妖权 那一看上去其实好像很简单 那但是 到实际 implement出来要做的人呢 那 就 真是比较复杂的 那建议大家呢 就是由於它涉及到 你要看這個91 例如我一眼看到這個91的數字 就要選擇用哪一種插法 因為你看到一個數字其實有很多插法 像這個12那樣 我就試了四次給大家看 那 這種插法 那種 那種 數字的乘法的感覺 和加法 這個是涉及到兩個數字 相乘會等於91 兩個數字 相加 就等於22 那涉及到這個數字的觸覺 就要靠大家做多些 做好多好多這種交叉相成的練習 那是 從而獲得回來的 那這次呢 就說了這麼多